腰有问题没有?腰有问题没有? 有 有 好,都得起立,都起立 所有的人都把身体这样扶着椅子背 来来来 扶着椅子背 扶着这样的椅子背 身体这么靠近 好,来看着我 你们可以过来扶着这个栏杆 可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扶着 好,看着我 双手扶着椅子背 身体挑直,一动不动 把你们的右腿向后抬起来 来看着我 第一个要求 膝关节绷直 第二个要求 身体不要动 挑直 然后做这个动作 预备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做完五十下 换腿 换这条腿 来 预备起 一 二 膝关节绷直 就这个 抬起不要太高就行了 好,每天 左边五 五十下 一百下 右边五十下 或一百下 就是你们今天能碰见的 追击班突出 棚出 腰底滑脱 腰肌老损 腰部扭伤 几乎是练一个好一个 来 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我在北京教完之后 那些老人家说 赵老师就您这小仨啊 我们已经揉到生活当中了 怎么揉到生活当中呢 他说我们切菜的时候 洗衣服的时候 还有一个人说 赵老师你知道 我买菜的时候 给我腰二斤大白菜 来 就这个动作 是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腰说完了 膝关节不好的有没有 上楼疼 下楼疼 冰骨软化 冰骨老损的人太多了 好 我们交给大家一个小动作 来 双手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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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个脚朝前 膝关节一定要朝前 脚直的朝前 双手插腰 身高望下矮十个厘米 腿打弯 就别动了 就这样别动了 好 就这个姿势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好 今天我要求所有的人 将来以后看万家灯火的时候 千万别坐着看 一定怎么看呢 蹲着看 英国号召全国人民 看电视的时候 排队的时候 等公交车的时候 扎马步 就这么扎着去看 怎么样 十天半个月之后 就您上楼疼 下楼疼 冰骨软化 冰骨老损 可以迅速的好起来 来各位年轻的男士 各位男士向我学习 我经常会这样的姿势 看足球 从头看到尾 他休息 我都不休息 两个小时以上 男人这么蹲 长肾气 肾气会非常好 那么大家去想 肾气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来各位女同胞 这就是防止女性膝关节功能下降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发现你腿有问题 听我的认真的做这个练习 你的膝关节一定优秀起来 好请坐 请坐请坐 经常在社区里头 你可以看到男同胞 女同胞 特别是女同胞 非常多 他们怎么走路呢 来看着我 他们是这么走路 好 大家一看笑了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 这种腿叫螺圈腿 它的变形是怎么来的 我给你们讲一下道理 我希望今天所有的人记住 只要你听完懂我这个道理 就是你腿 你永远不会得螺圈腿 得螺圈腿怎么得的呢 来记住啊 这儿疼 这个地方疼 结果你猜怎么样 一阵疼 所有的人全犯了一个错误 干嘛呢 救火 哎呦 腿疼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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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拿着这个劲 这个腿就弯了 腿非常有意思 你就让他弯着 他就开始一定会弯着长 结果你猜怎么样 救火了半年 这条腿也没救火好 突然间这条腿又坏了 两个腿都开始救火 救火救火就救火成这个样了 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 发现腿疼的时候 不是像你们想象的 记住啊 发现你们腿疼的时候 一定要开始进行锻炼 而不是养 养不好的 另外一个呢 我希望大家呢 从今天开始 记住一个观点 该爬楼的一定要去爬楼 该跑步的一定要去跑步 该做膝关节锻炼的 你都必须得做 而绝不是说腿坏了 省着用 省着用反而坏得更快 别看这些动作都很小 他们的理疗效果呢 可是经过多次认证的 而且练习的时候 又不占地方 非常方便 我觉得很值得全民推广哦 下面呢 赵老师再教您两招 是专门治疗 手指痛和脚痛的 快来学习吧